这是大卫王笑的最开心的时刻 老重向公书琢帮他谋划了六国分秦的长册 但是同时也说了还需要等待时机 谁知大卫王可没这份耐心 长册到了他这里就变成了急册 大卫王听完公书琢的谋划兴奋至极 心仰难耐 第二天就召庞娟来计划六国会盟 这就对了嘛 虽然强兵灭秦是上册 但是人家送到嘴边的肉 咱为啥不吃 这可是秦国东部最肥美的土地城池 到哪去找这种好事 你看看你看看 还是我高明吧 幸亏我没听你的 这公书老头不能说啥就啥 他还是有功劳的嘛 你就说吧 咱是先吃肉再分秦 还是一口不吃就直接分秦 这旁娟算是看明白了 我提出的强兵灭秦 您是不打算采纳了 但是您这话问的 我还有的选吗 傻子都能看出来 先吃肉再分秦得力更大呀 当然 前者得力巨大 哎 这就对了嘛 十咬一口 当然胜过虚肯三日 治国之道尽在此一 不过这办法虽好 但是旁娟心里 却自有一杆称 咱这样既失心于秦国 又失心于五国 有点不讲道义啊 谁知这大卫王 不仅吃相难看 还不讲饭局礼仪 你这脑子瓦塌了吧 现在这世道 谁跟你讲道义啊 讲道义是能吃饱 还是能发财啊 谁敢不服啊 不服过来啊 没有实力就没资格说话 什么叫帮交 下刀之前的动作才叫帮交 陈以为还是打出来的地盘 更实在 大卫王也是醉了 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我的上将军啊 打是要打的 谈也是要谈的 边打边谈才是硬道理嘛 要不怎么到天下呀 六国分秦即刻教你放手去做 彻底灭秦之日 就是你上将军守攻之时 公书措得知自己谋划的长册 被大卫王当成了集策 赶紧来劝说 我王啊 这天下大争 总有道义啊 人家秦国来求和 你要是不同意 打他就是了 可现在合同刚签完 就联合其他损友 反手就是一巴掌 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公书措苦口婆心说了半天 可是大卫王非是不听呢 你也别唠叨了 咱跟秦国可是有世仇 讲什么道义啊 大卫王已经开始忙着六国分秦了 可这秦国却还不知道 秦孝公正在为割地的事发愁 老士族们因为自己的封地 被分割给了魏国 纠集了几十号人前来逼宫 秦孝公没说话 但是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 长使公孙谷 错误的估计了事态的严重性 站出来当和氏佬 你们的封地虽然在秦东 可是因为战乱也没交过税不是 现在割地不也是迫不得已吗 大家都是老士族了 就不能为国家多想想吗 这秦国要是没了 哪还有封地呀 可老士族根本听不进去 反而把公孙谷给骂了一顿 秦魏拉锯 一向支持老士族的尚大夫干龙 也看不下去了 谁知他们越说越过分 秦孝公应眼怒视 脸色越来越难看 终于忍不住了 他怒气冲冲走下台来 挨个巡视每一位祖领 想要看清他们的脸皮到底有多厚 心到底有多黑 暗自记下这几张自私的面孔 心想早晚有一天让你们好看 在国家大义面前老干龙可不含糊 眼看秦孝公一心谋国 颜面尽失 赶紧站出来鼎力支持 老臣自请放弃秦东封地 秦孝公也回忆败泄 现在的秦国已经经不起折腾 秦孝公只能暂时忍气吞声 说出了一番大丈夫之言 上大夫自请放弃封地 是忠心谋国 长使维护罢兵合约 是忠心谋国 各位祖领宁可战死 也是忠心谋国 大家吵归吵闹归闹 然而 姻屈梁仍然相信 诸位依然还是老秦人的 争争铁骨 依然还会同心同德 撑住秦国 这行将倒塌的架子 可是说了半天 老师族们根本不买账 秦孝公一时也没有解决方法 只能暂时拖延时间 可老师族们 已经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更加得寸进尺 秦孝公这国君当的 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面对老师族的逼宫 只能请老母亲出马 秦宪公去世之后 老太后就成了私车署长 也就是嬴氏族人的首领 秦宪公的计划 是用嬴氏领地 与老师族置换 可话刚说完 就有两个不长眼的带头闹事 眼看事态无法控制 老太后杀罚决断 请出令箭行车 老师族们围在地图前看了半天 还是有点不放心 也不敢相信 秦宪公也懒得跟他们啰嗦 将四车署长令拿给他们看 众人一看老太后亲自出马 终于意识到这事闹得有点大了 还抽不要脸的喊起了口号 这句饱含老秦人血性的慷慨激昂之词 如今到了这帮老舍族堆里 却更像是一句笑话 这头刚把封利的事解决 一封来自魏国安逸的书信 却又给秦宫公当头一棒 这是秦国东部的韩国关天险 此时已经割让给了魏国 就在魏国大军进驻韩国关的同时 另一边六国会盟正在进行 大卫王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大摇大摆的走在面前 其余五国君主紧随其后 众人来到会议室 作为盟主 大卫王满脸得意率先发话 庞娟站在一旁面无表情 心里顾忌在想 我王 您跟他们客气什么呀 我的战法还需要他们品头润足吗 众人纷纷表示认可 可是赵侯却有话要说 这话一出口 大卫王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得意的笑容也消失不见 赵侯继续侃侃而谈 众人听后纷纷赞赏 可是庞娟看在眼中 却是满脸的不屑 这种阴损的招数 在他看来难登大雅之汤 而且这样一来 就难以显示出魏国的强大实力 不足以震慑五国 再就是赵侯这一番言论 让他很没面子 赵侯一看 真是嫌我话多呀 算了我也不跟你争 半天没说话的大卫王 捋着小胡子 斜眼盯着赵侯 既然这是你提出来的 那这阴管就交给你了 谁知这回赵侯倒是学谦虚了 我虽然不太擅长 但是既然如此 那我就试试吧 众人正被赵侯逗得哄堂大笑 一脸猥琐的楚王 不怀好意的斜眼撇向一旁的燕工 也加上燕果 燕果一向善用阴管嘛 燕工没想到 躺着也能中枪啊 你这老家伙 我招你还是惹你了 没等楚王接话 赵侯又开口了 你最喜好背后鼓的我 这次啊 咱们两家联手 去鼓的秦国 好好好 看来在巨大利益面前 燕赵再怎么不和 也都是小事啊 眼看商量的差不多了 大卫王做出最后总结 转眼来到第二天提前分赃的时刻 一块巨大的秦国沙盘摆在大仗中 等待着六国的瓜分 五国国军进账 魏王却迟迟未到 几人纷纷拔出腰间佩剑 指地分秦 似乎商量好了一样 虽然口中喊着 秦国河山六国有份 很快将秦国土地化归囊中 但是唯独没有魏国的份 还没等旁娟说话 已经被瓜分干净了 众人一听 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楚王一脸嫌弃 率先开口 魏国已吞肥肉 再分居亲何在啊 秦王也站出来帮枪 其他几人也都表达了不满 这下旁娟的火气终于压不住了 几个国军被一个将军指着鼻子骂 这还是头一回 纷纷向旁娟开炮 一时间咒骂声充满整个大仗 就差群殴了 就在这时帐外传来一声 也不知道大魏王刚刚躲在哪里偷听来着 赵侯的脸色瞬间堆满了笑容 齐王可是相当硬气 反正我在最东边你也打不着我 楚王想硬气又不敢 耍了个心眼把齐王一块拉上 至少齐王和楚王也该是副帮主嘛 其他人也随声附和要求平起平坐 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大魏王也不生气 咱们也别争了 有本事拿实力说话 我大魏国也没什么了不起 也就是有个四十万铁军雄狮吧 这下众人都无话可说了 庞娟开在眼里 哎 我刚刚怎么没想到这场呢 白爱骂了 大魏王接着说 你们今天能站在这里分擒 可都是我大发善心啊 要不凭我卫国实力 还有你们的份儿 你们要不想好好分 那就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等我将来大魏一家灭秦之时 谁要敢在我背后姿势 就是我大魏的死敌 本王就第一个灭了他 这几句话亮出来 众人瞬间没了脾气 在大魏王的淫威之下 六国分秦盟约就此达成 七大诸侯从此无亲 而面对这场惊天危机 秦国又将怎么应对呢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是猪梦 我们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说